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香蕉面包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三根去皮的香蕉 先用叉子把它们压碎成香蕉泥 接着我们先加入120克融化的黄油 然后再打入两颗鸡蛋 鸡蛋的重量大约是120克 然后再用打蛋器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先加入80克红糖 然后用打蛋器把它们再次搅拌均匀 一直搅拌至红糖完全融化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筛入300克的中筋或者高筋面粉 再加入2克盐 2克小苏打 4克无铝泡打粉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上下翻拌均匀 一直翻拌成像这种没有干面粉的状态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加入80克的核桃仁 或者自己喜欢吃的其他果干 然后用筷子把它们再次充分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面糊调好后我们先把它倒入附油桂油纸的模具里面 模具的内侧记得刷上一层食用油 这样成品会更容易脱膜 然后用铲子把面糊的表面给它轻轻的摊平整一些 表面我们再摆放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果干 这样不仅成品好看 而且口感也会更加丰富 再用铲子把表面的果干给它轻轻的压到面糊里面 这样烤的时候不容易把表面的果干烤糊 然后再给它盖上一层细箔纸 这样不容易把面包的表面烤糊 而且做出的香蕉面包也不会太干 接着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70度烤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香蕉面包吃起来非常的松软香甜 还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和核桃的香味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快速 用来当做下午茶的小点心或者平时的小零食 都是很好的选择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